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格力查在接受地铁报采访时表示 迪格兰赖斯去阿斯诺可以提升球队的实力 但无法确保得到英超这样的重要冠军 格力查说到对于迪格兰赖斯来说很难说 夏里卡尼都是如此 他们所在的球会可能不会争夺英超联赛或欧冠联冠军 除非你去曼城,否则无法保证你会获得你想要的冠军 但你希望给自己机会 对于阿斯诺来说,下个赛季列临的艰难问题是 这是一个偶然现象 还是他们能够保持稳定并挑战最强大的球队? 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一直觉得迪格兰赖斯最终会去车路市 但他都可能去阿斯诺 那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好 他比阿斯诺现有的球员水准更高 但不能保证他能够赢得最重要的长辈 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在欧洲足球中,迪格兰赖斯必须展示自己是优秀的中场球员之一 所以他必须迈出这一步 为了迈向下一个阶段 就好像祖迪比林涵在年轻时加入多蒙特时所做的那样 阿斯诺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他肯定会提升他们的水准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